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们是Infinance 首席四重奏 对我而言,这个贝多芬其实是他人生的写照 因为他曾经刚大病出狱 所以我觉得因为他曾经遭受了人生归零的那个状态 所以当他获得重生的机会 我觉得他有把这个感恩写在这个音乐里面 这首我觉得应该是在结构上面有一些超越 即使在这么久之后的现在我们在研读在练习的时候 还是觉得很景仰当时的贝多芬是怎么样缜密的心思 才可以谱写出这么具足 而且他听不到 但是他一直往里面,往心里去 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第三乐章 除了说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两个绝望 人生归零跟有希望的主题 一直交错在进行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要失去过 你才会感受到拥有的那个幸福 不管是像之前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曾经没有办法上台演出 那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当我们第一次是从做在疫情开放的第一天 能够上台演出的时候 其实那一份感动 我觉得那个是文字上面也说不来的 但是在这个 在贝多芬这次132的音乐里面 我可以感觉到那一份感恩 跟上天的祈求 跟得到回应的那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昇华 我自己是觉得他一直都很正向 可是以往他的音乐的正向 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比较 他就超人啊 就是他怎么可以做出这些曲子 可是这一首曲子 我自己在在练 然后在聆听的时候 我觉得他比较像人了 就是会感觉 哦贝多芬琪是人他会生病 这是我的第三年 对我自己而言 我还是觉得好难 现在这个年纪好像可以慢慢的驾驭 贝多芬晚期的弦乐四重奏 今年是一张二 明年是一三零跟大福克 然后最后 后年会是一三零 强度就是会越来越强烈 技术上的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要求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虽然这几首大多数都是 几乎同时完成的 这几首其实差非常非常多 今年是我们贝多芬计划的第三年 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听音乐说故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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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